薛刚勿走登州城,他也不知道他逃在哪儿来了。 有时间他就在这个路上站一会儿,观望观望,紧张的时候就赶一段路,反正这么误图误撞走来的,这到哪儿了? 薛刚勿冷静想过,我也别像偷了人家似的,害不着忙,不敢见人,怕什么呀? 而且阳关大道上过往行人不断,谁认识谁呀?真要引起对方注意啊,我立刻,我一撤不就完了吗? 对,这是走在哪儿,不知道,歇过阀来了,他站着树林在这儿,往寺外看看,对面来了一个十分的老者,薛刚过去一共手,老伯请聊 老头,老头吓笑,这位装士,您有什么事啊? 我是外乡人,昨天迷了路了,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来。 请问老婆,这前面黑牙牙屋沉沉的,是什么村庄,什么镇天哪? 老头啊,把粪鸡子放在地上,煮着粪茶子,瞅了瞅薛刚,老头乐了。 呵呵呵,说个事啊,听您说话,就从您这一问,我就猜到了,您是外乡人。 哎,怎么着,前面您说黑牙牙牙屋沉沉,什么村庄,什么镇天哪? 哎,那是什么村庄镇天哪,壮士,那是灯州城啊。 啊? 一带三家。 薛刚记住了,他一副累下配件,挺胸往这儿这么一站,把老头吓跑了。 哎,哎,哎,老头提起疯狂就跑啊。 薛刚糊涂了,哎,老婆,老婆,这一年我,哎,自己想解释之后干什么呀? 哎呀,刚才不加检点哪,可能啊,把这老汉给吓着了,感情当个灯州了。 到灯州他激动什么,当然激动了,薛刚猛的想起来了。 我曾经啊,啊,受过黄丰,封我为邓州总兵。 我要是领旨谢恩之后即刻到任,也不会有今天。 就因为自己啊,热途难离,哎,想在那儿多待几天,跟小朋友乱红几天,这回乱红上了。 只惹得加班人猛,等着,我是那儿的总兵,我现在不是啊,虽然现在不是,可现在这位总兵,我认识啊,是我本家的哥哥,薛姨薛英语啊。 如果呀,我这不是赖谁,薛刚不是那种人,哎,埋怨谁,如果说,这个货端,是从哪儿起的头啊? 就这货端,灭门之货,就咋你薛逸这儿? 不因为路见不平,管闲事吗? 批了张宝吗? 哈哈,到郑州了,好了,我马上找上门去,进着树林来刷着一下,把兵器喀,往有名换上一挂,切马就走,刚到树林的边这儿,切马。 薛刚,要不然这儿人他在磨练呢? 怎么说久练成钢呢?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呢? 这一切一切的磨,怎么回事? 你别高兴太早好不好,这灯州城,现在的组门还是薛姨嘛。 我家出了这桩密室之后,牵连了多少人呢? 亲亲朋友都跟着遭了难了,说不定薛逸夫妇也被绑进京城,云阳问斩了。 给宰了,很可能,也可能还活着,我要紧身形势,我先得看看。 看什么呢?我看灯州城这儿挂没挂,我的影像,他不敢走大道,抄小路。 现在,薛刚真饿了,但是有几牙关,我就到城门口那儿看看。 来到灯州的东关,他勒马在远处这么一看。 哎,怪了,怎么,这灯州城这儿,真就没有薛刚的影像。 您说怪不怪,感情这灯州啊,一天都没挂,没挂薛刚这下,哎呀,我打听打听,现在灯州总兵是谁? 哎呦,费了劲了,他在这儿默默俩多时辰啊。 古代时候那一个时辰就现在俩小时啊,好几个钟头啊,什么可呀发呀,泪全忘了。 他打听明白了,灯州的总兵姓薛,姓薛名义自应举呀。 薛刚,当时差点掉了泪,我家兄长居然安然无恙了,挺住我爷。 我得去抽他家,对,也没有影像随便进城,没关系,拉着马大大方方他进了城了。 我得打听打听这总兵府在什么地方,哎,薛刚转念这么一想,真的问到总兵府了,确实还是学义,他能认我吗? 嗯?那这我当初的这根情况了呢? 人心歇肚皮啊,做事两不知,划人划虎,难划虎啊,这直线直面呢。 试试看吧,啊?我应该是紧急行事。 就这个主意,他等了等深深的程度,把腰带紧了紧,别让人看出来没吃饭的样子,哎,强打的精神。 应该这样,咱们这叫冷的嬴风战,饿了把住铁,别让人看不起。 嗯?虽然,落魄到这样,下次不能倒,打个方方,打听明白的笨总兵府来了,到了门前一看,好威武啊。 白马,老远地,涮在一棵树上,走过来,请聊,门上拿威武啊,过来了一个军兵。 你是什么人呢? 呃,先别说我是谁啊,那不麻烦了吗? 请问,总兵大人,可在府下。 诶,什么意思? 怎么,问我们总兵在什么? 他在不在府下,与你何干? 诶,有所不知啊。 我乃,最好别说明了,我乃是总兵的兄弟,请你通兵一声。 你说呀,外面有他的薛三弟,其无尽。 哦,哦,是是是,哎,您少后边客,你看,您是不是请到里面,先坐一坐,到门房坐,就是这个吗? 咱们,阎王好见,你看,刚才,现在派头,不知道学校干嘛的,问总兵,咱们在府能干你吗? 你要干嘛? 现在听说是地动,我的天,真客气。 不必不必,你就给我问一声就行了,啊,多谢,自己说完就得上马食这儿,坐下,这位赶快跑进来,一层层望里,一回,小书童感情是薛义身边的,跑进书房来,回禀大人,薛义正在这儿看书呢。 嗯,什么事啊? 启兵大人,门外有人求见你? 哦,这动作什么意思?感情薛义,流起短然来,哎,够岁数了吗? 二十八岁,流胡子吗?二十八居吗? 哎,也为了是那派头,什么人求见我呀? 哎,没说明性,呃,说是您的本家,哦,对了,说是将军您的三弟。 啊?把书童下去了。 怎么呢,将军,您,您是怎么? 不必惊恐。 哦,原来如此了,哎呀呀,看能挺身站起来,书童大灯两眼处着,怎么等尊父呢,是见是不见? 他只见他们这位总兵大人,也不说见不见,围着这屋子里头,滴溜溜溜来回直转悠,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,他在屋里转了八圈,一着直搓手啊。 啊,自己想当个小书童,不能这样,啊,还得沉着我一些,哦,此人在什么地方?在门外后遇,就等您回话了,是见是不见。 哎呀,即使我的三弟,也有不见之理,快,说我游行。 说着,薛义是降街相迎啊,这时薛刚打外面进来,来到他的这个画院,哥俩往这儿这么一站,咔了一下,当时是没有照相机啊。 咱们那样拔一下,把这镜头拍下来,留得现在,绝对是文物。 咱们这俩这形象,这个心情,这个复杂性,俩人都怎么想的,当时眼睛直勾勾,捏呆呆,互相就这么观望的说目下,终点儿诛,有一分多诛。 薛刚,猛扑上前,通通一下,跪倒在地,顺畅在场。 不财小弟,这乡有礼,哎呀,他一把抓住去了,三弟,想杀了于兄嘛。 哎呦,这时候连文的带武的号,一二十个站在垂货门那儿,都傻了。 哦,咱总兵还有这么一兄弟,好威风啊。 这兄弟,你不得了在哪儿,围观不知道,这互相在残疑。 薛义摆了摆手,你们在那儿干什么? 我不退下,全给轰走了,还有什么人在外面? 没有了,只有一匹坐鸡块,把走牵进来牵进来,把这匹马拴到我的马后去, 好好刷六印类,然后薛刚,手挽着手啊,薛刚就觉得呀,哥哥这个手是冰箱。 嗯,这不知道怎么回事,手心之冒冷汗。 激动的,可能是激动的,我薛刚给拉到屋里来,坐下,薛刚这眼泪就止不住,怎么一笔写不出俩靴寺来,这是本家呀,不管怎么说,这是自己的哥哥呀,能不哭吗? 薛义啊,尤其牙关费了挺大的劲,掉了眼泪。 这俩眼泪都轻易掉的,哎,就在这样的场合,也在这样的氛围,在薛刚的这个刺激影响之下,他终于把这眼泪挤下来了。 怎么说是挤下来的呢?慢慢说吧,得了得了,先帝,不要悲伤啊,你这不是到灯州来了吗? 是不是钱来投我呀? 兄长,一言难尽啊,我想跟你好好说说,我离开长安城市,哎,慢慢说,别着急,别着急。 哎呀,擦脸书后,吩咐人,九眼百下,我要亲自,与我兄弟巴掌。 哥哥,我想先到后面去,做什么?给嫂嫂问安,哦,不,不。 慢来,现在有所非之啊,你嫂嫂贸然疯寒,身体不好,哎,正在病中,过一而再见不迟啊。 哦,那我就不打扰了,让我自己来,哎,我得给你把这,你得多喝几杯。 兄长,我已经寄了酒了,在哪儿都应该寄。 唯独到哥哥我这儿,就不能再起酒了,不要一年经蛇咬,几年怕青草,啊,饮酒的事儿,贪杯的事儿,闯了些了祸端,就不要提这些事,我都知道了。 兄弟来着灯州可曾发现,人兄,不知问小弟发现什么,你可曾看见灯州城几门几棍,挂有你的影像吗? 没有啊,哎,这才便是啊,告诉你吧,全国各地,没有不挂的,唯独一兄我了。 就没挂,哎,兄长,我还有一事不明呢,正想要在兄长台前请要,先帝不要客套,你我自家弟兄亲入手足,有话就说嘛。 自从学家,贪此密室,怎么,您,没受到什么干扰吗? 自从啊,贤弟你,大闹花灯闯祸之后,我这儿就不断来上差,我都把他们一一的打扮了。 兄弟,兄弟,容我慢慢跟你说吧,来,干了他,这杯碰的,一直把薛冈喝得是明顶大醉。 薛医看,来人哪,有,将此逆贼。 帮你了!